Zither Harp 四十多年前我当医生学医的原因 与其说有原因 倒不如说是没有原因 那我当时我没想着学医 我就选了徐州师范学 学当老师 后来还是家里面说 还是当医生好吧 那我也没有更多的主意 我说那就学医吧 只要选择了什么 就认真地做 踏踏实实地做 好好做 更多的是为这个时代的发展 能尽我们点力 做点贡献 那实际上我当医生 从医学生 到住院医 主治医 到高年级的医生 实际上这个过程中间 更多的还是从学技术开始 在我毕业那个年代 心血管介入 尤其我的专业 刮脉介入 是刚刚兴起在中国 那我也是属于 在我这个同龄人里面 最早的开展这些技术的医生 我职业的前20年 甚至30年 大家更多的是在医院里面 这么治病人 做手术 门诊病房 日常的工作 但是只有说你到了医生 做到一定程度 我们天天看了这么多病人 结果告诉我们 我们光看病不行 都要防病 不仅仅天天 是盯着一棵树 更多的 有时间要看一片森林 这样的话 从针对每个病人的治疗 要上升到一个群体的预防 或者俗称我们说要开大厨房 高血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没有之一 就对中国尤其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的专业 即使新冠医生 那也做介入 那高血压 预防 那应该是 我觉得就从防救治 这个一体化的工作 这也都是我的工作内容 我的门诊病人里面 70% 是可以不到我这来 基层医生 他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 平时就来开一开药 或者偶尔做些检查 我们现在的分级诊疗 在基层做的远远不够 但另外一位 我也确实发现 我有一个很年轻的 就到我这来看病的一个人 他到我这看病的时候 既有心梗 也有脑梗 如果我们可以推测 他大概是30岁 20岁就已经 有这种危险因素 才导致的心脑循环病 但是恰恰这些病人 在基层 就没有早期诊断出来 就发现这种病人 是非常遗憾的 但同时我也看到 很多病人 是非常延迟地到达医院 在有些老人 他说晚上发病 他也不愿意打扰别人 自己就忍了 所以中国人这个急救意识 或者说对早期疾病的这种 积极就医这种情况 是远远不足的 但另外 我们基金一根死 就全国的数据 就平均起来 病人从发病 能够到达医院 平均大概是300多分 在中国的基金一根死的病人里面 我们三分之二的病人 是死在院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也觉得 我们如何来改变这种 医疗服务流程 这是我们从专业 从医生要做的 但实际上 更好的要把这个流程 或者这种服务 延伸到公众 新的理念 我们就特别强调 如何把高血压 从治到防 这个理念的转变很重要 这个理念转变就是说 我们不仅仅是 看到这些病人 要治高血压 要进一步地通过高血压的防治 二级预防 三级预防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进行 只有高血压 减少新型管疾病的 一级预防 甚至那些病人 健康生活方式的 零级预防 从我们传统的 这个医学模式 我认为是一个 被动的医学模式 总是 病人觉得不舒服了 他来找医生 或者病人发现 有种病了 医生给他查住病 治疗病 那这个过程在未来 我觉得应该变成 一种主动的医疗模式 这个主动的医疗模式的含义就在于 我们每个人 他都应该是 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 他应该 主动地了解 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作为一个人 他怎么自己了解 自己的身体状况呢 那就我们需要很多 新的技术 新的手段 就像我们今天 大家都知道 戴一个运动的手表 说我今天运动到 五千步 没到一万步 我知道 我没到一万步 那我明天就要主动地 要到一万步 显然目前的高血压的治疗啊 就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药物 当然也包括其他的非药物的一些治疗手段 都是远远不足的 但就高血压治疗而言 那我们现在看到 既有我们通常所说的 叫生活方式干预这个基础 那生活方式的干预 既是需要 我们通常的饮食 运动 戒烟 减体重 和睡眠 精神状态的调整 等等 或者有中国特色 比如说我们怎么在腺炎 限制炎的摄入 像中国能够发现 我们普遍的缺乏液酸 那我们能够证明 通过补充液酸 降低同性脑氨酸 减少脑子中 减少血管和器官的损伤 能够改善这些患者的愈活 高血压现在也出现了很多 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季包裹 我们说的季包裹高血 我们要有全国通知诺症 我们要把身上线 这个瘤子给它摘了 然后奥萨斯 我们要给它带呼吸机 以外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经导管的 食育脑脉的消容 对治疗高血 非常有帮助 当然了 尽管如此 药物治疗高血压还是最主要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五大类降压药 但就这五大类降压药而言 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 应该加强对降压药物的研究 和在临床应用的过程中 如何更好的 这种以降压为主要目标 同时减少心脑血管四溅 和改善患者愈后 为整体的 那么一个药物治疗的 降压治疗策略 我们目前五大类降压药中间 确实在临床应用 都很普遍 但是我们确实需要 新的类型的降压药 比如说 撒库巴许 血沙坦 我们通常叫它阿尼 阿尼这类药物 目前在中国上市的 第一个 目前也是唯一一个 目前临床的证据来说 撒库巴许 血沙坦 已经成为我们高血压 治疗中间 新的类型 而且未来是 更重要的一类降压药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现有的学生学证据 我们看到撒库巴许 血沙坦 阿尼 就是我们所说的 诺辛托 它有一系列的 对减少 像心理衰竭 心肌梗死 这些患者 就临床愈后 这些行政医学证据 那这些行政医学证据呀 是相当多的高血压的 传统的药物所不具备的 因为我们原来的高血压的 这个传统的药物 通常是先从降压开始 我吃了这个药能降压 那后来我们逐渐地在研究 它降压的技术上 能不能减少心脑血管时间 能不能减少这个死亡 但是阿尼恰恰是从 就是能够减少 血脑血管事件 减少死亡 这种循生医学证据 做起 那尤其是 阿尼这类药物啊 在中国啊 已经我们率先 进行了 在高血压患者中间 使用的 这么一个适应症的研究 所以可以预期 在中国CDE 要求的 这种药物审评 这种适应症的扩展中 阿尼近期将会成为啊 除了治疗心理衰竭 有效的药物以外 将成为高血压的治疗 和心肌更似以后治疗的 这新的适应症 所以就高血压治疗而言 那阿尼我觉得 这个药物非常有用 就改变了我们以往啊 对高血压治疗 这个仅仅强调降压的不足 我觉得主要 还从三个方面 来说明这个 目前降压药的不足 阿尼恰恰这三个方面 都有很大的改进 一个呢是降压的达标率 就是降压是硬道理 那首先把血压降下来 阿尼的降压效果 我牵头做的研究啊 在五年前 那这个研究的发表告诉我们 它实际上和现在最强的这种 血管紧张素受体结抗剂 就是比它还要强 降压效果更好 使患者应用这类药物 能够更快的达标 和更高比例这种达标 第二个方面呢 最主要还是按理它有更加充足的 就行政学证据 能够看到对 就是把器官的保护 和对 就是死亡率的降低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这个把器官的保护 对预护的改善 是阿尼这类药物啊 是比起其他药物的 行政学证据更加重 但第三个呢 就是阿尼这类药物 是多机制的 在更多的方面 能够发挥 这个把器官保护的作用 所以和传统降压相比 阿尼这类药物 在高血压领域里面 将大有作为 阿尼这个药呢 有点特殊 阿尼这个药尽管是从国外 引疫来的 但是 国外没有这个适应证 那我们 现在要做的工作是 通过中国的证据 来通过中国的 就是药物品主管部门的审批 审批 那就在中国首先 在全世界最早 能够在高血压领域里面使用 那是最早的适应证 然后通过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 把阿尼的这个 高血压的适应证 推荐到其他国家 也要 还是你可以用于高血压领域 但是未来啊 我个人觉得我更希望 如果在国内的创新药物 如何通过国内的使用 能够更好的 或者更快的推荐到 国际 使更多的患者活疫 就是我们加入了 ICH ICH是中国 这个药品 审评审批和国际接轨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抗径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的很多 加烟药物 能够汇集于全世界 更多的患者 所以应该说 阿尼是一个 我们 启动这个 过程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吧 我们也希望未来 阿尼在高血压领域里面 不仅对中国的高血压患者 对全世界高血压的患者 都能 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医生啊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啊 更应该 要树立 更加 长远 或者是更加 明确的 这种职业规划的目标 而且 应该是 竭尽全力 不要三心二意 我觉得 选目标很重要 农力也很重要 所以这两者 也想作为一个好医生 我就缺一不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